世代以海上为家 坐在甘榜班级的八窑族 平时靠捕鱼为生 这次因为受到新冠病毒影响 生活顿时陷入困境 主要通道都会被警察在检查 那他们这一群都是没有任何的证券 所以他们都不敢出去 所以他们仅有的剩下的米 他们补鱼来吃 此际接获提报 由四位陡湖志工和六位拿赌志工组成的团队 立即前往了解规划发放 感恩拿赌的神话一菩萨 他们愿意承担 最重点是他们愿意承担 那解释解问 如果我们要做这个发放 你们可以吗 他们就说可以 那我们就进行这个规划 简陋的几块板或是一艘船 就是他们的遮风碧鱼的家 因为是无国籍 他们无法获得任何补助 孩子们喜见志工的到来 因为他们已经很久没有闻到米饭香 跟以往的发放不同 这次的物资采购后 需轻由船只运送 那边发放的应该是167户 因为我们规划是每个美斧都是50公斤的白米跟10公斤的油 但是有一些我们都不能发放这样多 是因为它的物资里面不能容量这样重 就是说他们住在那个船上 他们有些村民他们住在船上 其实那个船真的很窄小 他们能生活的地方都没有 让我们的物资放上去 其实对他们来说那个船是有很大的负担 我们的船是有很大的负担 我们的船就是有很大的负担 我们的船就是有帮助的 我们的船就是有帮助的 我感谢我们的船就是有帮助的 尽管发放遇到雨天却无阻行程 志工搭着船逐步将物资完全送到他们家 待新闻真善美志工 马来西亚综合报道